左派对于我们的看法是要用暴力来杀死我们 把我们抓起来关进监狱 他们对于我们的孩子则是要彻底的从根基上面摧毁 让他们小时候就变成一群只知道性爱 无耻 无底线 只有动物本能的脑残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侵入我们的学校 因为这个样子做最有效率 而且要让左派的父母都要亲自的来洗脑他们的下一代 让小孩当成性变态 这本书叫做 Sex Education for 8 to 12 Years Old Kids Book for Good Parents 8到12岁孩子的性教育 好父母的儿童读物 很多人说这个新闻是假的 这本书根本不存在 这个作者根本不存在 但是这本书现在就在Amazon上面买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 请各位自己去看 不用自己去看 你可以看那个网站就好 不用看里面的内容 证据都在里面 下一次当你遇到一个人说性教育 都是为了同情心 同理心跟多元文化的话 给他们看这个东西 给他们看这个影片 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 现在性变态的议程 还有现在性教育到底在教什么东西 这本书上它说 你应该从小就要开始教导你的小孩 关于性爱跟性取向的资讯 伴侣在亲密接触时 可以刻意的把房门打开 你们亲密行为时 叫你们的小孩来拿东西 或者把什么东西拿出去 当你们在亲密接触时 带你们的孩子一起进入被窝中 让他们观看你们的亲密行为 母亲在喂奶时 跟丈夫同时有亲密行为的时候 应该要感觉到非常自在 当伴侣在发生亲密行为 小孩在旁边观看时 不应该要感到任何的羞耻感 这个实在是太恶心了 而且是无法想象的恶心 我不知道各位 但是就是这么恶心 就是这么的无耻 这些脏东西 我真的无法想象 这是人类会说出来的话 而且还写成书 这些脏东西真的就是想要侵入我们的学校 前几天德州的州长 Greg Abbott刚发了推文说 德州的某位老师遭停职 因为他在教导小孩要叫恋童癖的人 minor attracted person 被幼童吸引的人 这个我们之前的影片也讲过 这并不是个阴谋论 而是公开的性变态议程 太多人说这一切只是什么右派的阴谋论 不要相信结果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真的 德州州长的推文接下来说 这个老师不断的说 不要只因为某个人 想要跟五岁的小孩发生性行为而论断人 很多时候不只是基督徒 我们人要知道的就是 这不是在论断人 这是在阻止邪恶 这些邪恶的势力 就是在侵蚀我们的教育 侵入我们的学校 还在那边说 我们的小孩应该要在世界的公立学校里面 做炎做光的人 请先确保你的孩子 真的已经是炎跟光了之后 再让他们去做炎做光 不然他在学校里 不可能承受这个样子的压力 他们每天要在学校当八个小时的左派 然后回家跟你讨论圣经的价值观 真的 中国的历史里面都有梦母三千了 请你保护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的课外读物 你的孩子的交友状态 还有你孩子的生活环境 亲自地教育你孩子 在家教育 不要让他们再出去被洗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